大家好,河南一男子跳河轻声,他女儿接受媒体采访 是说什么,透露出来他爸爸生前迷上了一位女主播 这女主播的名字叫什么,叫安娜 拼了命了,就花钱给对方刷这个礼物 而且不惜到外面去借钱,找别人借钱 然后给这女主播刷这个礼物 一直到最后是再也拿不出来一方钱了 结果自己还遭这个女主播封锁 等于就是那女主播把她踢出这个直播间 可能估计是想不开,然后走上这绝路了 这个咱们暂且称她女儿就叫小林吧 这小林她表示呢,就说她以前她爸爸 有钱的时候天天刷这个礼物 所以安娜私下聊天的时候也很热情 挺热闹的,常常跟她打电话聊天 一直聊到这个凌晨 当时这个青春这个男子呢 拼了命了,她就想讨好安娜 天天就是刷礼物,刷到这个排行榜第一 周榜,月榜,日榜都是这个男子 他借钱也要给他刷 就是贷各种款也要给他刷 估计是有没有贷款的花呗,还有那个什么新浪微博借款 我估计可能这都贷了,知道吗 她女儿现在挺难过的 她表示说她以前跟她爸爸吵过架 就是因为她爸爸这沉迷给这主播刷这礼物 不知道为什么就她爸爸特别沉迷这个女主播安娜 那么呢,她还是不听 而且跟这女儿跟着爸爸吵架,她也不听 她父亲呢,她爸爸就是相信这女主播要跟她结婚 所以呢,她们之间就是 而且呢,她爸爸还透露 就是说,她们之间还透露过 就是这个,说过,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那个女主播安娜,想跟她爸爸结婚 然后呢,小林她爸爸就是后来再也朝不出钱刷礼物呢 这安娜就不理她了 她可能还过去跟这安娜说什么 你怎么不理我啊 结果安娜这个女主播呢 可能觉得这男的有点烦了 就直接给她封锁 把她踢出这直播间了 到那个时候 这个她父亲呢 她觉得是不是可能被骗了 被骗了之后呢 然后她爸爸可能就有点犹豫到底是不是报警 那么这个她父亲 就这个河南青森这个男子呢 被安娜啊 就是女主播封锁以后呢 感觉不太对啊 就到这拍手所报警 到了拍手所报警之后呢 然后她去 从出门到去 去拍手所报警 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么这个到拍手所方面呢 她就表示啊 说当天的确是没错 这个小林这个父亲是有过来报案 但是她态度呢 就是表现的有些就是犹豫不决 最后决定了什么 就是她就跟公安说 她说我自己自行处理吧 这个不需要不麻烦您吧 也不需要警方这个继续调查了啊 没没想到她离开这个警局以后呢 她去跳河青城 这十月四号的事啊 你看现在这小林挺挺可怜的 我不知道她妈妈也没有弄跑 这是一个单亲家庭 她挺伤心的挺崩溃的 她她父亲离开了 她说她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一说一句话 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她也没有 都没有想到我 就说明她当时很很绝望 我估计这可能单亲家庭 这妈妈也就也没提 对吧 我估计可能也是实在不行 受不了 这种脑残 这男的实在就离开了啊 那么她离开她父亲的去世当天 就是轻生的当天 那个安娜还在继续直播 当时这个小林的她的朋友 就替她就上前置论对方 你安心吗 你啊 你把别人的钱骗到你这直播间来 然后你人家没有钱了 然后你把它踢出去 你安心吗 问完这句话 又被那安娜又啪 又给踢出来直播间 又被封锁了 到现在为止 这安娜呢 已经删除了这个账号 还有从这平台上 然后就消失了 这个看上八成 你说这能算他诈骗吗 这个 这就是直播间直播 他直播什么 他带什么货了吗 他也没带货 就是靠这打赏 你打赏的话 这可能是 这男的 这河南这男的 可能是动了真心的 这有点像当初 就算你追粉丝 也用不着 这么着把自己命给追进去 这有点像当年那个杨丽娟 追这个刘德华 这杨丽娟为追刘德华 他爹把这肾也给骂了 然后带着他 这母女两个人 这带着他宝贝闺女 还带着他老伴 到了香港 一定要看上刘德华 看完刘德华之后 这老父亲觉得 他女儿还给 还给他提 就是杨丽娟 还给他父亲提那种非分的要求 还要接着再追 在香港一直再待几天 他们这家 这实在是没有钱了 这老父亲就不堪重负 到最后就跳海 就等于自杀身亡 这就跟当年的杨丽娟一样 你追星也好 沉迷于某一种东西也好 沉迷于某一个人也好 到最后把自己命都搭进去了 你说这个女的 她能算诈骗吗 她要不诈骗的话 那她为什么现在 她账号也删除了 在平台上她也消失了 她如果没做什么其他事的话 公安就及时找他了解 她也用不着这么着害怕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知道 现在中国现在开展什么 开展这个净网行动 这净网行动主要是干嘛 就是深化打击 网络违法犯罪 深化公众账号 直播间带货 还有知识问答 领域不文明的问题 而且她是开展 她的互联网领域 虚假资讯 虚假资讯的智力 你看 你就像主播 咱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长成这样吗 或者不是长成这样 还是开了美颜 你如果要开了美颜 你如果要是用这个骗钱 或者假如用你的面貌来打赏 你比如像前面 乔罗币是乔碧罗 她四五十岁一大妈 把美颜打开 看着二十多小姑娘 这个算不算互联网领域 就是虚假资讯 如果要算的话 这个该不该治理 那么现在官媒报道 就是说从2019年到现在 其实不是今年开始 也不是从2019年开始 2015年那时候就开始 她就是专门整治 就是互联网犯罪 就专门有这个净网行动 到现在为止 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 就因为这净网行动 遭到这个逮捕的 就人已经达到1.6万人 而且超过就是2600件APP 就手机那个手机应用 手机APP 遭到这个公安这个下架 现在新华社报道是这样 中共就是对滴滴 运满满 货车帮 BOSS职聘 这些企业呢 都是进行暗落 网络安全审查 并且因为就是可能带来国家 就是安全风险 对这些数据 对这些企业啊 这个数据处理 以及就是国外上市这些业务进行 就是网络检查 现在已经是有1000多这个 啊 APP下架是2021年的时候啊 有1600多件APP遭这个监控被控制 监控违法 就是下架啊 当然那个滴滴出行他那个APP下架 那是那个纯粹是因为政治原因啊 那么在这个网络行动当中 一共是1.6万人遭到逮捕 6700人呢 就是采取就是强制强制措施啊 那么 现在就是中国 中国啊 他有一个就是9月14号 不是看出来一个加强网络文件啊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这个全文的意见 就是包括总体要求加强这个网络空间思想引领 加强网络空间文文化培培育 加强网络空间就是道德建设 还有空间的行为规范 啊 还有空间的生态治理 空间的这个文明创建 啊 还有实施总共是八个八个部分 现在总总说现在中国对这互联网管控是越来越严 但是你管控你管管控管控是你 你只是管控这个言论而已 对不对 你你比如像那种直播啊 带货还稍微好的 对吧 你这种直播打赏 你这种怎么 你怎么去管控 你你这个怎么 你怎么去治理 你这个到底要不要调查 对吧 你到底要不要立案 你现在已经出了出了人命了 对吧 你别总对的那些言论 对吧 啊 就说了你共产党说那些不该 你不想听的 对吧 你换句话 话说 你不要不让别人知道的那些言论 你对那些人下手 对吧 你你有本事你整治一下这个网络主播 你整治一下网络带货 你整治一下网络打赏 你像你像这种 你都跳了河了 出了人命 把借着钱也要给去打赏 这个女的到底有没有违法 有有没有涉嫌 比如敲诈勒索 有没有涉嫌网络诈骗 对不对 你主要你要重点整治一下这个 还有整治其他的一些虚假带货 那些个 你这个网络空间 你自由怎么算作自由 怎么算作就是说你这个属于寻衅知识 怎么算作你这个就是说已经违法 怎么算作不文明 你都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界定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中国可能以后对这网络 它会越来越严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 你像2015年的时候 中国警方那就已经开始抓 就那一年 就那一年 知道2015年抓了网络上 就是犯罪嫌疑抓了多少吗 光那一年抓了一就是一万五千人 而且都是公安部下达抓的 那一年征办的就是7400起网络犯罪案件 里面主要是什么 就是入侵网站 盗取信息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还有网络诈骗 那时候还没有主播 那时候或者有主播 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 现在是越来越发达 你这个你是不是要管控一样 中国大陆 好吧 这段先说到这 要不然脑残的吗 河南 脑残河南男子 这个跳河 我不说其他的河南人 没那意思 好 这段先到这